大家好我是男仔 今天我要搞点大事 给大家盘点一下 2019年那些国货网红眼影盘 有哪些是真正值得你们入手 配色百搭又日常粉质又好又便宜 今天的眼影盘点有这么几个前提 第一 性价比一定要高 第二 配色以日常使用为主 适合非婉装的日常需求选手 第三 粉质一定要是细腻好晕染的 第四 非粉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在怎么不非粉的眼影上演之前也需要抖一抖 那我们开始咯 第一位选手是我们的黑兔眼影盘 包裁一般般的 拿到手里轻飘飘的 一盘是6色 单颗是6块钱一颗 不带镜子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紫盘 没有正规的肤色打底色和雅光的加深色 但是有一个温柔的豆沙色 粉质是细腻软弱 看出来了吗 很好硬染 这个颜色单涂也很好看 剩下还有一颗带珠光的一个深酒红色 摸上去这个粉就很硬 有点干色 这显色度还不如这个豆沙色 这种表现是根本行不到加深作用的 剩下这三个珠光色就比较平淡 它是一颗绝妙的大闪片色 绝对是超越Fenty Beauty的闪 我这个眼睛上面的体量 就是用的这颗颜色 如果你是喜欢收藏眼影盘的 单位这一颗颜色下单这一盘 都没有任何问题 接下来就是这个黄帕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配色 眨眼看你们就知道了 日常使用是不太推荐的 过呢里面还有两颗比较优秀的颜色 不好意思 我的指甲有点丑 这颗烂番茄色真的烂得恰到好处 你们现在看到的 已经是受打光吃过一遍色 通过我这个手背的暈染也可以看出 它的粉质是很细腻很容易暈染 还有一颗是一个豆沙色底的大闪片 这个闪亮程度可以说是媲美Fenty Beauty 但是这颗颜色 它绝对不如刚刚不起盘里面的这个大闪片 总结这两盘的话入门不推荐 喜欢完装或者收藏的 里面还是会有几个颜色 不会让你后悔的 第二位选手是火烈鸟的石来病仔盘 说实话听到火烈鸟这个盘子 但是当我在看到这个黎帘 就心里很欣慰 不知道怎么就很欣慰 相比这第一个这个包材真的是好了十万八千里 设计也很喜庆 里面是带镜子的 九色眼影盘 单颗的价格是八块九 关于配色 大眼看大红大黄好像很跳 但是比较粉嫩的蜜桃色呀 有红色呀大地色呀都有 可以完成三种色调的人常眼妆 最重要的是里面有一颗肤色的 剩下的大黄大红呀 就是可以在家偶尔玩个妆 三个亮片色呢就是点缀 毫不夸张 这样的配色在我心里面就给打一百分 接下来呀我们就看看这个粉质 挑这个红的给你们看 据我的经验正红色 很难得有这种粉质的 一般都是又干又色显色度都差 毫不夸张的说 这颗颜色的显色度 已经达到了哑光口红的显色度 再设一下这个黄色 黄色也是很难做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黄色 应该是Colourpop落日盘里面的那颗黄色 有落日盘的人都知道 那颗黄色显色都不怎么样 这颗完全超越它 这是打底 这是酒红色 这是蜜桃色 这是生棕色 总的来说 这盘里面的六个雅光色粉质都是软诺顺滑不卡顿不干色 好运人 特别值得夸的一则颜色 就是它这个角落里面的这个偏光的紫色 这颗偏光色就是那种湿漉漉的概念 和普通的那种细色啊 区别还算大 我觉得这盘不管是你入门还是完装的选手都可以入 第三位角色是橘朵的烟花盘 它这个包材不是特别有分量 一盘是12色 单价呢就是7块4一颗 里面是带镜子的 但是呢镜子稍微有点点小 配色方面呢 有很秋冬的南瓜色 也有很日常的大底色 还有一颗豆沙色 但是豆沙色颜色选的不是很好 不是那种温柔的豆沙色 有个颜色很正的肤色打底 这颗颜色还是很实用的 粉质刚刚在试色的时候 你们也看到了 和火烈鸟的比较像 剩余的几个珠光色都在这里了 里面前四个还是比较优秀的 第一个它是有一点金绿色的偏光 这个上演的话 在日常灯光下真的很闪 这个是金色偏光的墨绿色 这个颜色就很有韵味 但其实不那么日常 这个是比较高级的 粉质也做得很好的一个金棕色 还是比较实用的 因为它的闪不是很大 下来这个是个湿漉漉的豆沙色底 这个颜色真的上演皮绝对好看 最后一个是苍蝇绿 当时它火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新出的盘 都会有一个这个颜色 但是现在太腻了 以后不要再出了 各位大佬们 粉质的话 它和火烈鸟的粉质其实差不多 软糯顺滑 不卡顿 不干涩 好润染 怎么说呢 可能是我太挑剔了 我觉得这个镜子 在用起来的时候 真的太小了一点 这个格子得再大一点 其余的话完全没有毛病 新手完全可以靠这个盘 从入门走到进阶 接下来是曾经一度火遍某书 和某站的bar cut 这个就是正常的包材 它做的是比较厚的 看一下这里 但是不要妄想 它里面东西厚 你想一想color pop的单色的影音 就知道 还有一点是我要吐槽的 看我这样翻起来 然后再盖上 就盖不上了 因为它这总是卡住 需要推一下才能盖上 一盘呢比较独特是9个颜色 单颗的价格是11块钱 目前为止最贵的咯 里面是带镜子的 但是这个镜子对我来说还是小了 里面有一个很贴心的这个肤色打底 还有很秋冬的南瓜色 还有一颗比较日常的大底色 里面还有一颗豆沙色 我个人认为 它这颗豆沙色的颜色 确实不是很好 如果这个颜色放在口红上面 这种豆沙色 就会显得整个人很老气 换得不好的话 它会显得眼皮很光 接下来是4颗珠光色 这颗 是一颗没有底色的紫色偏光 大家看试色肯定觉得 哇好好看 但是我告诉你 有些颜色它真的只有试色才好看 就比如这个 你要是个新手 你要是上眼的话 动不好就会很死亡 剩下这颗 这颗是一个金橘色的偏光 这种颜色现在还拿出来 就会觉得有点原价 接下来是一颗 非常浅偏金的一个细闪 这颗就正常了 无关不过 最后一颗是这个深蓝的底色 带一个蓝紫色的偏光 说实话不是很实用 先来讲讲粉质 这个盘就有趣了 但是很少见的 亚光粉质做的比珠光粉质 大家自己摸摸手里的盘 是不是珠光做的好 刚刚给你们试色的过程也看到了 亚光色粉质软糯好上色好运染 不过呢 珠光里面这颗深蓝色的偏光 饱和度作为一个深蓝色来说比较低 因为它干色盒也不是很好运染 而且这上面这个偏光的细闪 它的刷两下 闪全都掉光 这盘总的来说 新手买回来日常使用的 完全不推荐 我们的第五位选手就是 美康粉大家感知否之鼓盘 这个是非常规设计 有趣但是不是很好收嘛 一盘是16色 一颗的单价是6块2 里面是带镜子的 试都不用试 眨眼看了 豆沙色太多了 而且好几个颜色 肉眼看着就鬼打枪 配色我忍不住给它来个总结 有但没必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有粉质 粉质大部分还行 亚光色说实话做的挺好的 但是呢 里面这个角落少有的几个深色 它都做的不好 比如说这个 它试色起来就有一种很干色的感觉 饱和度比较高 但是它绝对不是好熨染的那种 大家是一个深棕色 这个深棕色看着跟我的修容颜色差不多 这颗颜色饱和度挺低的 浅色粉质还行 深色就比较干涩 也不好熨染 总结下来呢 这个盘我完全不推荐 我理解你这个卖的情怀也好 卖的什么也好 这个支付支付是可以收藏的 但是你这个设计 你能不能把人家的脸画全了 我就问你能不能 我们的第六位选手 就是完美日记的动物盘 这个包材设计真的是一把 旁边这些叶子啊 它都是磨砂的凸起 很有手感 每一盘都是 一盘是12色 单颗价格呢 10块7毛5 带镜子 讲讲配色 首先是鳄鱼盘和这个王盘 主要就是蓝绿两个的配色 不实用也比较难操作 完全不适合我们的新手日常装饰用 老虎盘这边的配色是橘棕 日常橘色系和大地色系的眼妆可以满平 野猪盘这边可以看到 是粉紫色系 从配色上来看 这两个盘已经算比较日常的了 但是颜色局限 对比我之前比较推荐的那几个 性价比它是不到位的 不过 老虎盘有三个珠光色是超级优秀的 湿漉漉的香槟色 非常高级的金属棕 还有带钻石碎闪的金属南瓜色 野猪盘里面有一个湿漉漉的 无底色的蓝色天光 生棕底色的金色碎闪 这个颜色真的很有节日分文 这两盘的雅光色粉质都是细腻好晕染 珠光色那更是没得挑 总的来说如果你日常偏爱粉紫色气的眼妆 这个野猪盘你是可以入的 如果你日常大地色南瓜色眼妆评论的话 就可以入网络盘 但是如果你预算 精度有限 那我可能就不太推荐动物盘了 第七位选手 完美日记和大英博物馆的联名盘 这个包材这个设计 绝对是100分大英博物馆 里面戴镜子 这镜子就够大了 主要它做的比较精致 就它也很薄 薄的同时又很有分量 一盘16色单颗的价格是13块2毛5 我们来看一眼它的配色 粉紫色大地色红棕色蜜桃色 还是比较全面的 里面还背了两颗肤色打底 这是要夸的 里面还有一个要夸的颜色 这个银色 哇摸起来质感就更多 不要眨眼 看看看到这银色就跟颜料一样 很少有眼影盘里面有这么纯正的银色 不是常淡完妆必备 还要夸这颗豆沙底 银蓝色的苹果 以及这个深蓝的底蓝偏光的珠光 用人来说它就是仙女 有别于凡人 这盘的颜色真的太绝了 总的来说包裁好 设计好 粉质好 配色全面非常推荐 最后一位选手 给他们的摩登时代 封面设计是很有感觉的 也挺有分量的 里面是带镜子的 它和格尔卡特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卡住 要推一下 一盘12色 单颗的价格算下来是13块285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最贵的一个 配色方面 大地色 南瓜色 墨绿色 配色还行 其实墨绿色在日常选手当中不是很受欢迎 里面有一颗非常非常浅的棕色 勉强做个大地 这再不行不怕黄的总选 这颗香蕉色 三个珠光色表现一般不是很抓人 关于粉质的话 这盘的粉质确实是不错的 软软弄弄好上色好阴感 这个配色的格局小了 珠光色又平平 价格还不是特别便宜 总的来说这一盘其实不是第一选择 唉 我太难了 真知道我为了这期果货眼影盘点 我的手臂又付出了什么 看到这里如果你还不会选 完美日记的大英博物馆 许多的烟花眼影盘 火烈鸟的时来运转盘 任何一盘都可以陪你从新手入门走到境界 好了 不要白嫖 记得给我点赞评论转发